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发出激荡人心的呐喊 犹如光束照进夜空 也昭示着黎明快要到来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 在又一个五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 由团中央宣传部指导 中国青年报社 河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 青春万岁2022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 以一场特别形式的沉浸式音乐舞台剧 回溯百年来一代代青年接续奋斗 凯歌前行的高光时刻 展现如今新时代 新作为 新气象的青年新面貌 也表达出青年们对于党 对于祖国的深情告白 特别节目将于5月3日18 30中国青年报 大象新闻客户端 河南卫视 河南春晚官方新媒体端播出 19 30河南卫视播出 通过故事化演绎致敬青春万岁 时代车轮前行 百年青春接力 唱响了一首首激情澎湃的青春之歌 大象新闻记者从节目组了解到 这次特别节目聚焦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接续奋斗 青春万岁的创作主题 打破传统舞台局限 没有主持人 而是通过故事化演绎串联整场 重现百年青春图鉴中代表性青年人物 以立体化 多维度 多视觉的叙事语言 打造一场特别的音乐舞台剧 青春正当时 吴备接在场一部创意短片拉开节目续片 整场节目分为《浴血燃烧》 《青春之歌》 火红乐章 《强国有我》 四大篇章百年前觉醒的青春点燃了民族赋 新的志向和信念 热血的青春为了祖国建设指争朝夕 鞠躬尽瘁 拼搏的青春代代接力 永坐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 奉献者 绽放的青春在新的时代 呼喊出当代青年的新感位 节目邀请魏大勋 李亦彤 黄瑶 于蒙荣担任青春使者 申请讲述每一篇章主题 无论是在过去山河破碎的严寒里 还是在新征程的浪潮中 青年皆有自我之声 歌舞 组曲 情景表演等交错呈现 升华情感其中 既有 让我们荡起双奖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 也有 星辰大海 少年 等受到当下青年们喜爱的流行曲目 经过全新的编排演绎在节目中呈现 不同历史时期的青年 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从走向战场的义无反顾 到扎根边垂隐姓埋名的奔赴 从疫情下展现的青年担当 到东澳上自信平视世界 节目邀请了一批特别的青春见证人 回忆不同的时代同样的炽热青春 共同致敬青春万岁 奇妙融合 国朝风艺术张力发出青春告白 青年皆有自我之声 时代自有历史记号 据了解 此次特别节目由河南广播电视台 全媒体营销策划中心中国节日系列节目团队制作 青春之歌遇上传统文化 也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制作团队介绍 整体艺术风格呈现上 在历史感中融入青春感 厚重力中融入活泼力 会打造一场传承 创新 发展的青春奇妙融合节目 这样的融合 体现在节目形式上 例如舞蹈 中国发明 通过创意化的国朝舞蹈 以拟人画手法演绎五千年间中国发明 中国制造 大国重器的时代演变 据说 这支舞蹈相当出彩 具有爆款项 喜爱舞蹈的观众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歌曲 炫彩中华 当中国色彩与中国青年面旁昂扬相遇 让世界听到不一样的中国声音 这样的融合 也体现在舞台呈现上S2 多维空间 360度旋转舞台等多种艺术呈现手段 加入如今年轻人们喜爱的新国风元素 将写意表达融入到细节之处 奉献出一场极具艺术张力的节目 展现出当下的青春的新气象 也让观众汲取奋斗力量 祖国未来在青年 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当然 这样的融合也在演员阵容上 有体现巨悉 这次也有王一博 杨子 刘雨昕 于昊明 魏大勋 汪苏龙 许松 郭俊臣 李亦彤 张雪莹 曾顺兮 于蒙龙 周杰琼 扶龙飞等青年艺人加盟 用他们的方式向青春致敬 据介绍 在节目尾声 将创意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青春宣誓仪式 由领事人与来自全国百所高校的大学生们 以线上线下行事 共同发出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 青春之声 也是青年们最真切的青春告白 奥牛 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